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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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歡迎收看今天娛樂有意思的 聊八卦 好的今天請到重量級的來賓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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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的主播賴政凱先生 他那時候剛Cue的時候就問我說 欸我要自我介紹嗎 你還需要自我介紹嗎 我想說我得先講一下 我是神秘武社區的身份 還是中天財經頻道的身份啊 剛過完 怎麼樣要不要分享一下 自己的發財小秘籍啊 昨天刮刮樂才刮完就貢固 你不算你把口袋裡面五百塊全部貢固 最後all in了什麼都沒有 回家都不知道怎麼跟我老婆講話 搞什麼東西啊 沒有把他說太難了 我覺得這次刮刮樂真的很容易 就貢固欸根本就沒很好中 就是咱們的炎亞倫先生 他就是在前兩天就曬出 他在instagram上面就有曬出說 他中了這刮刮樂十萬元 他很旺 一直都很旺 那時候就有網友問他說 欸你花了多少錢 刮中十萬元 他說他花了五萬兩千元 然後中了十一萬五千六百元 近賺六萬多 近賺六萬兩千元 六萬三千元 然後炎亞倫在2016年的時候呢 又有公佈說他中了十萬塊 當時網友是不相信的 欸就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他中了兩次 所以他這一次就說 欸又中了十萬塊啊 因為他一次他沒有拍照劉正 然後被網友嗆說是假新聞 近年來確實 近年來確實 剛才是不是很有骨氣 然後那時候吳珊如其實就有分享 因為他真的是那個 這個新聞我看到 對樂透帶嚴人 就是吳珊如那時候就有說 因為你電腦選號啊 你通常都會選自己的生日嘛 生日幾月幾號 7月14 你就可能就選7 14 如果是他的話 他來電腦選號的話 他就是會選 欸比方說像你是7月14 他會買前後 買前後6月 6、8 對之類的 6、14 13、15這樣 沒錯就是跳過自己的那個 幸運數字號碼 就是說因為 踩前也就是 有點調皮 有點小搗蛋 所以 對對對 要不就把13、14、15 都把它買下來 對 一次包不要囉嗦 然後在那邊就說 那我就給你弄19 對 沒有啦 因為我很喜歡玩運產 我非常喜歡玩 像我今天才買 然後我去買的時候 買久了 那個老闆其實都認識 他說其實買運產 像吳珊如這種 他自己的一個小配方 他說有些人是 例如他會有專屬的筆 來畫那個 因為他不是填鴿子嗎 專屬的筆來填 甚至有的人是說 他在買的時候 你跟他講說 他會講一句 欸恭喜中獎 對 有些人是不准講這句話 像那是明星爺的方式 然後像Sandy 像就是 講他的 幕府定律的文化開法 也算 也算 不過說到 藝人名人中獎 我覺得就不得不提到辛龍 那是太經典了 辛龍那時候他是 其實不是他自己講的 武動先生 他這嘴巴很大 跟你一樣 他就是吳宗憲爆料他中頭獎 然後辛龍就說 沒啦沒啦 一直說沒有 這時候就是兩方說法 一個說有 一個說沒有 那時候第三方就是誰 淡水的蔡絕浩老闆 他說 其實有 但他沒有講他太細節 他只講他說 因為辛龍的外貌 真的太有特色了 就是那個臉 然後那個鬍子 他說他那時候來的時候 他不是買電腦選號 他是五七塊自己選號 然後他中了這個頭獎 那時候就是很明顯出來 已經有人出來講了 打臉的辛龍的說法 後來辛龍在私底下跟記者 就有說 對他是有中 但他不是中2億這麼多 他是中1.2億 2014年6月 他不是結婚嗎 對 你知道那時候結婚他花多少錢嗎 700萬我記得 他家前前後 在夏威夷這樣總計要千萬 報紙上面講說要千萬元 你看看加上他那時候 中獎的時間點 剛好有點吻合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那應該就是中了 然後那時候辛龍就有私一下 跟記者就有分享說 他就是中獎的小派包 他是說就是你要靜下心來 心中就會出現一組數字 對 我是真的 沒有啊 我覺得他說的蠻對阿 就是地盡安律德 因為我平台運真的很差 頂多就是半夜睡覺的時候 祖先託夢 這很有可能 不然你說靜下心來 我應該也想不出那個數字 你祖先有託夢嗎 沒有 有的話我就 可是我曾經真的有夢過耶 對啊 我是真的那時候這工作忙到太累了 真的太累了 然後我在剪頭髮周睡著 夢到一場賽事 然後我就醒來 然後那時候我就半信半疑的 去看那個比賽 欸第二天真的這兩隊有比賽 然後後來他們真的是 我夢中有個比數 賠率我去下 那時候是14倍 他們說我要是壓1萬塊 就是14萬 那所以你壓多少 對我真的中 天啊 所以你就是 你就是你看 給你披上龍袍 你也當不了 害羞 高興了 天生就有醋樣 對啊 你剛剛講到是辛龍 然後你覺得他這種1.21算很幸運 對不對 太幸運了 1.21比我庫章裡面的數字還多耶 拜託 1.21多大數字啊你 你靠完歲你還有1億多耶 對不對 是不是 可是還有人比辛龍更幸運的 誰 咱們的港星 陳玉蓮小姐 他近 他這兩天呢 因為他今年61歲 然後他這兩天就是 因為去朋友家拜年 然後就有PO出他61歲的照片 然後大家都說太不科學 太不不可思議的 因為他真的還是 就是你知道當年那個 動靈 動靈美女 那時候在1983年跟港星劉德華呢 一起演出神雕俠旅 然後被封為永遠的小龍女 陳玉蓮小姐 那他曾經也跟我們的就是周潤發發哥 在一起 談過5年的戀愛 然後他後來就是嫁給這個賭場的高層 然後後來他離婚之後呢 他就中了這個香港的六合彩 頭獎 喔那那那那那那那確實比辛龍 來得更是 他中了香港六合彩頭獎之後呢 他在加拿大又中了頭獎 連續中了兩次頭獎 總共是4億的這個台幣 他始終沒有去承認他有中這筆錢 不過他也沒有否認 他都只有笑笑的說 哎呦中獎當然是開心的啊 但這個就不好說 不要說啊 對他就 其實大家都可以看到陳玉蓮小姐 他其實也沒有過著這種奢華的生活 反而他是就是樂上好事去投身公義 除了就是投身公義之外 他就是還戴法修行 就是你知道就是歸依佛門 就是好像三年多 這麼親近喔 對對對就是 天啊那現在說不定這4億還沒花多少 啊啊啊啊 輪到那個賢卑 蛇詩曼小姐 對他其實也是屬於那種偏財運很好 因為他今年41歲嘛 對然後他偏財運很好 他之前有就是中過他們那個TVV台 TVV台的那個二三獎 也中過六合彩的那個百萬獎 不是投獎是百萬 但他有說啦是很多人合夥啦什麼的 反正他也是中獎不斷 不過就是為什麼會說有些人偏財運好 上帝是公平的 就他的財運很好 欸他的 桃花好像就開不來啊 他的可能就是 財運的部分就被桃花這邊給吃掉 是 所以桃花那邊好像就自監啦 他也是說就是順其自然 沒有說一定要強求的 上帝是公平的啦 你財運不好 可是你看桃花很好啊對不對 我桃花好爛啊 追求我們不要在那邊 當我們都不知道 對啊你自己不在追我 喂 這地方卡掉沒給我 喂你不要亂講 蛇絲麥是港星嘛 還有一個港星叫梁思浩先生 他在半年內就中了三次六合彩的二獎 那這樣加起來也快將近頭獎 他那時候就有說他通常都是電腦選號 香港話好像這樣就是電腦非吧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通常就是電腦選號 他就是說他在買之前他都會跟老天爺講說 老天爺你讓我中獎 這是他的心法 他說老天爺祈求你讓我中獎 那我中獎的話我會把一半或是三分之一的財產 就是這個錢 中來的錢 然後捐給就是需要幫助的人 然後做公益 然後他就說其實他這樣屢事不爽 你看半年就中了三次這個二獎 對 威不威牛不牛 超牛逼 好啦就是說希望大家接下來就算開工了 一樣就拿開工金或者是拿那個春酒獎金去買 還有瓜瓜樂說不定中了一些偏財 偏財的部分 好不好 那記得要做善事 我跟你講我親生 我們家族親生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們老爸 就是我爸 你知道龍潭空難嗎 喔我知道 三十年前龍潭空難 就是那時候就是兩個飛機 好像是彩排吧 然後就是兩個飛機撞在一起 就墜機摔下來 然後就是所有的阿兵哥都罹難 然後那個飛機原本我爸是要坐上去的 可是因為那時候我爸是班長 他那個就是要上去的時候 他就發現 他的那個阿兵哥 就是他的同梯 印堂都發黑 然後我爸就看了一下 就說我不要坐 然後就真的是發生罹難事件 然後我爸就很愛讀 我爸在就是幫 邊幫他同袍兄弟就是 撿屍塊的時候邊說 欸兄弟啊我要結婚沒錢啊 然後就是你可不可以就是抱一組銀牌給我 然後讓我討好老婆 然後我也會就是買一些三生四果去祭拜你們這樣子 我跟你講玄就在這兒了 我爸說他就看到那個泥巴上面 他自己講啦 他就看到那個泥巴上面就是 有數字 然後我爸就把它記下來 OK 後來我爸記下來之後呢 他就去簽牌 然後那時候是好像什麼 六朵花 牛田果什麼七朵花 很久很久 大家樂時期 然後我爸說他簽七朵花 七朵花全開 然後就中了六十幾萬 那時候你想想看三十幾萬 三十多年前六十幾萬是可以 買在信義 買房子 就是在台北買房子的耶 那時候台北應該也不值錢 對他就是買房子 對他就背了 那時候就是拿現金領cash 然後就背了六十幾萬去找我 那就下給他了 我媽下給他了然後就生下我了 OK 嗯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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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